我老婆她又存了這個兩個月 她是公務人員 她存了兩個月的薪水 那存了大概五萬多塊快到六萬塊 喔對 就是大概五萬八千塊左右 就是從那個五萬八千塊 我大概利用 我記得應該是三天的時間 三天的時間到五萬八千塊 搬到58萬 搬十倍 太多了吧 所以我說我人生當中賺最快的 那個商品是 HELLO 歡迎大家收看 Truper聊財經的第十四集 我是今天主持人Vivian 歡迎我們陳波老師 哈囉大家好 真的很快 我剛剛錄到第幾集都忘記了 真的真的 十四集換句話說 我們今天也錄了十四週了對不對 對 有十四週的學習的課程 沒有錯 嘿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西式料理 嗯 那我們今天好像沒有在節目上吃過牛排 對 欸 但是 你知道我喜歡吃牛排 我正要講而已 欸 問一下沒有跟他們講過呢 是喔 我有聽就是導播他們說 有 欸 牛排跟日本料理 喔 做超愛 是我第一愛跟第二愛的 好 欸 沒錯 那我們這一家呢 是專門做牛排 可是我們今天呢 就是有點他們家的 海陸三響 對 你剛才說 一響是牛排 對 然後二響是雞排 三響是 鮭魚卷 它這鮭魚卷真的蠻特別 因為我們像現場看它好像干貝 對 我也覺得很像白白的 對 整個很白皙 然後整個很圓潤又很大 它竟然是鮭魚 想不到 沒有錯 真的想不到 沒關係 那我現在一樣 先來吃吃我最愛的牛排 好啊 那這一家的店名叫 玉書園時尚牛排喜餐 對不對 先吃原味 好 好 哎呦 這麼冷 然後它吃進去感覺有點像 那個叫什麼 有點像鵝肝的那個口感 那好像蠻高評價 對 而且非常非常的軟嫩 但是它的味道可能是因為原味的關係 所以它的味道並不是很強烈 你說那個牛排 牛肉本身的那個 鮮甜度沒有到那麼足 但是我是講 因為我們畢竟錄節目它都已經冷掉了 所以說那吃起來 如果就冷的牛排來講 它還算 我覺得還算是好吃 還蠻不錯的 所以如果比較喜歡清淡口味 然後你牙齒跟我一樣 不是太好的狀況下 這一家牛排非常可以 好啊 那請老師等一下來評分一下 沒有 我還要再吃它有沾醬的 沒問題 你先吃吃看 沾醬的 這個醬是我們的蘑菇醬 嗯 好吃 沾醬整個味道就起來了 就提味了 而且它這個上面有我愛的那個蒜片 哇 更香了 嗯 好吃好吃 這個五顆 哇 滿分欸 沒錯 沒錯 好吃 就算是有點冷掉的老師給五分 那大家真的蠻推薦大家去試試看 好吃 這個絕對可以 好 而且我相信待會節目完之後 這一顆肯定很好吃 等一下就趕快把它吃完 只要太大顆了 還在節目上一口太大顆 對對對 待會不好講話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很期待今天的這一季 因為我們上一集有提到了 比如說股票啊選擇權 還有期貨的難易度學習對不對 三大商品把它混為一談了 對對對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討論了 哪一種人的適合做哪一種金融商品 喔 OK 其實應該這樣講 如果硬要講的話 哪一種人適合做這三種商品 我也很期待什麼 厲害的人 厲害的人 什麼樣才算誰 好啦 古文官子裡面的應該都算厲害 對 我也覺得 那你說什麼樣的人適合的話 如果把他們的這個三個商品的屬性 要拆開來講的話 股票它是三個商品裡面最保守的 嗯 對 而且也唯獨這三個商品 股票 期貨 選擇權 唯獨股票有所謂的基本面 可以去參考可以去依詢 因為期貨跟選擇權 如果就可能一些比較外行的人 或是一些不了解這個商品的人 他們會直接把期貨跟選擇權 認為他們就是一個賭句 他們就是一個拿來賭博的一個東西 這樣子而已 因為它沒有任何基本面啊 你期貨跟選擇權 你看不到也摸不著也聞不到 它就是一個虛擬話題的東西而已 然後就是開始有人對賭 賭它漲 賭它跌 然後賭策略這樣子 就這樣子而已 它真的沒有任何東西 你說股票 你說台積電 你還可以就看到 台積電這家公司在竹科 在中科 在南科 它都有真的工廠在那邊 都有真的公司在那邊 但是期貨跟選擇權 它真的就是一個純金融商品 它對有時候有一些比較 對這個金融商品比較感冒的 他們都會說我們這種人在買空賣空 買空氣賣空氣的那種感覺 空氣的東西 對根本就沒有那個實質上的商品存在 所以我說這個唯獨 比較可以具有基本面因素 可以去參考的就是股票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個性是屬於那種比較紮實 你如果對那種看不到的東西 你會害怕 你沒辦法去很踏著去使用它的時候 我會認為 那期貨跟選擇權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適合你 OK 對你自己可以知道 我就說我剛才講的股票它有東西可以研究 因為它有那個實體的東西 那它至少它可以研究 你可以去買進它 你要做長期投資 要做短線交易都可以 對 所以說稍微保守 稍微有點耐性的 然後你又想要有長時間 有一個正報酬的一個商品 這個情況下 股票會非常非常適合你 因為其實我們全世界 不是全台灣 全世界的所有商品 股票 期貨 選擇權 債券 基金 黃金 原物料 一堆 所有的金融商品 你如果把時間拉長到30年50年的這個時間 去跑一個大數據的狀況下 其實裡面報酬率最好的就是股票 對 既然是股票 既然是保守型 對 但是我說保守型是這三個商品還比較 但是股票如果跟你基金 跟你債券 跟黃金比起來 其實股票也是相對積極的 但是很多人都以為積極的股票 他可能他的這個風險也很大 但是你時間拉長來看 他的那個我們講的 其實說我們買東西的所謂的CP值 對 那在我們的專業術語叫做 風險報酬率比 其實股票都是所有商品裡面 排行適應的 對 沒有錯 對 所以說你如果今天是想要好好研究 紮紮實實讓財富增加的 這種的你的個性 我認為非常適合做股票 沒有錯 那期貨跟選擇權呢 期貨跟選擇權它的屬性 都是屬於比較短的 那其中以選擇權更短 所以說你如果今天是屬於那一種 你有一筆閒置資金 然後歸零 你都沒關係的 OK 就是你可以承擔你那一筆錢 你那個某一筆資金 那當然就看你自己的資產大小 有些人一千塊就已經要他命了 有些人是一千萬才要他命 你知道嗎 反正你就再看你自己的資產大小 原則上你出手這一筆資金 就比如說我買股票一百萬 你絕對不會去想說你一百萬都會歸零 不太可能會這樣去想 但是我們做選擇權的狀況下 你要去想你的一百萬進去一百萬歸零的 那個機率非常非常的高 這個我們在前幾期其實也有大概簡單介紹過 它的特性 但是因為它有背後有一個比較潛在 比較大額超額的一個報酬率的利潤 所以說人家才願意去花這樣子的風險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是屬於 可以控制資金 而且可以承受住風險 然後想要在極短時間內 你想要你的那個小本金瞬間搬大 或是你所謂的本金好 不要說小本金 你的本金想要瞬間搬大 而且聽好了 我這邊一定要再三強調 你是可以承受你那筆資金可以歸零的狀況下 那選擇權會非常非常適合你 就是有那種 講在講百合點就是你想要一系 真的人家所謂的一系致富 你想要一系致富 同時又有嚴格資金控管控管紀律的人 你非常適合做選擇權 所以說真的 選擇權大概是所有金融商品裡面 可以說是短線中的王者 就是這個知識門檻是極度極度的高 那你如果是屬於你真的很願意去研究你的 這個我們講南天也叫做賭博的策略 講南天也叫做交易或博弈的策略的狀況下 我認為選擇權會非常非常適合你 OK 那再講一個第三個人 就是中庸之道的期貨 因為期貨剛才他又沒有股票那麼保守 他又沒有選擇權那麼的投機冒險 對沒有錯 所以說如果你是屬於這兩種個性的人 對中間的人 那我認為期貨會相當適合你 就是說他既不是很長期投資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在短時間內 獲得一筆還不錯的報酬 但是他沒辦法十倍二十倍甚至一百倍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他可能可以滿足 如果你的方向看得非常正確的狀況下 時間也不用很長 大概約半個月左右 兩個禮拜至三個禮拜 你的這個資金要搬一倍兩倍 他是有可能的 了解 OK嗎 所以我說如果是個性是屬於 剛才選擇權跟股票中庸之道的這種人 那或許期貨你可以去試 可以去試著認真的研究看看 沒問題 因為老師這麼講 我覺得我自己應該是保守性 所以是股票那一句 那我講我個人經驗 我個人 我的交易生涯在23年多來 我個人是期貨賺最多 在中間 對在中間那一個 但是我的資產配置是配置在股票最多 所以說我有一點像你這種人 但是又有點像賭徒中間的那種人 所以有點想去嘗試 對 就是因為雖然這三個金融商品 我都有資產配置在裡面 那選擇權我也有配置在裡面 但是選擇權它是曾經讓我賺最快的一個商品 在我人生第二次破產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靠選擇權翻身的 選擇權救了一命 沒有錯 那個時候我記得那個時候就是我們家人 那時候我老婆他就存了這個 兩個月他是公務人員 他存了兩個月的薪水 那存了大概五萬多塊 快到六萬塊 就是大概五萬八千塊左右 就是從那個五萬八千塊 我大概利用 我記得應該是三天的時間 三天的時間到五萬八千塊 搬到五十八萬 搬十倍 太多了吧 所以我說我人生當中賺最快的 那個商品是選擇權 但是那是最快 聽到不是最大 選擇權我在選擇權的世界 並沒有賺到很大很大的金額 他就是了不起幫我賺個幾十萬 我印象中最好最好的一筆佔意料 我印象中好像才一百多萬兩百多萬而已 對也沒有到非常非常 並不是那種大到足以 讓你可以直接退休的那種財富 所以說選擇權在我的眼裡 他是可以讓你真的可以瞬間報酬率 極度翻倍的一個商品而已 但是要真的賺大錢 如果是以我的個性而言 反而是期貨市場 讓我賺到最大的錢 了解 蠻推薦大家去嘗試一下期貨的股份 沒有錯 那我們想要問一下老師 在什麼樣的局勢狀態跟時間點 去做哪一種商品會比較好 這題就比較簡單的 這題其實他這個 在多頭市場的時候 就是當你看到大盤指數上 一直在穩健上漲的一個狀況下 其實股票是最適合的一個武器 慢慢賺反而賺最大 但是像在今年2022年的狀況下 是屬於很明顯的空投市場 其實真的你要靠股票 真的要賺多少錢 不太可能的事情 你不要賠錢就偷笑了 所以說期貨跟選擇權 就會是在空投市場的最佳武器了 所以我做空的時候 是走期貨跟選擇權 對 由期選擇權 我那個時候三天五萬八千塊 賺到五十八萬多的 那一次的戰利 也是下跌的時候賺到的 那時候三天我印象 跌幾點我到這個數字 我倒有點忘記了 它不是真的像最近這種大崩盤 我記得它就有跌個幾百點而已 選擇權就可以幫我翻十倍了 對 空投市場就是現在 期貨選擇權會最適合 好 沒問題 沒有錯 我相信大家就是聽了 陳寶老師分享了這麼多 其實我覺得裡面還有很多很多的學問 有 非常非常多 是這麼容易的說 要去做就只能夠去做 對 還蠻希望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樣 就是可以來上課學習 然後去研究一下 對 增加一下自己的知識 沒錯 所以換句話 你看我剛才Vivian講一個重點 上課有Vivian陪你喔 哈哈哈哈 對對對 好 那我們今天再分享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我們下集見 OK 拜拜 好 鏡頭前面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快速的成為交易贏家的話 陳寶老師有一個著名的課程 叫做古奇交易實戰班 那對這個古奇交易實戰班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收看下方資訊欄裡面的連結 他可以去報名參加我們的清學堂 聽陳寶老師現場為你講解 當然如果你想要有這個馬上 有真人小編幫你講解 這個更詳細的資訊的話 加入古文關子理財私屬的官方Live 由我們真人小編馬上為你解說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拜拜